大家好啊 我现在给大家播报一个消息 现在有消息称北韩又遇到大饥荒 北韩大饥荒对我们强国人来说 这个消息也不算什么新闻 常常听说他有饥荒 常常听说他有饿死人 而这次的饥荒 它主要来源应该是受到美国的制裁 听说他这一次的饥荒 连平壤都出现粮食短缺 听说平壤的粮食供应 已经有三个月左右的断供了 在北韩的这种条件下 大家可想而知 北韩可能唯一可以求救的 就是我们的中共国了 而我们的中共国现在又遇到水灾 又遇到长江上下游水灾 在三峡的危机 而自己呢 我们也就虽然我们强国也没有说 我们的粮食有什么饥荒问题 但是大家也知道 现在已经传遍中国大地了 就粮食已经开始短缺了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中共国还装扩 还大傻臂继续给北韩支援粮食的话 那如果我们支撑北韩两千万人的粮食 那相当于剥夺了我们国人的两千万粮食了 两千万人的粮食了 大家反正这个事情值得关注啊 虽然北韩粮食短缺并不是我们的粮食短缺 但是北韩粮食短缺绝对间接影响到中国的粮食的供应 中国现在又出现水灾 又出现各种的外汇短缺等等的问题 也会面临的粮食短缺 大家小心了 成粮